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是有道理的 只能吃在当地 吃在当令 就能吃出食物的健康与美味 西洋芹 我很喜欢吃 不只是清脆的口感 还有微微的甜 尤其是它特别的香味 其实所有的食材得来不易 大家一定要懂得珍惜 现在我们来看看 有机西洋芹的故事 黄芙泉正采收着西洋芹 她说西洋芹是冬季作物 等这一批收完 今年就差不多要到一个段落了 要结束了 这一批摘过头就刮到厚过 一批摘过头 用这个三批摘 这一批摘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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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摘过头就知道了 摘过头就变得了 那批摘过头就变得了 这批摘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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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芙泉说 西洋芹种水分 也种肥分 栽培起来要多用点心 今年五十一岁的黄芙泉 从事有机耕作已经七八年了 原先从事贸易工作的他 会转做有机农民 原因挺特别的 黄芙泉说 目前田间的工作 由他和妈妈黄芹美 以及哥哥黄芹明一同承担 而且严格来说 妈妈可算是资深的有机农民 我觉得不算是资深的有机农民 还是资深的有机农民 今天有资深的有机农民 有资深的有机农民 黄妈妈告诉我们 她从台湾光复 就开始帮家中种田了 那时候做农都是有机的 因为根本没农药 也没有什么除草剂 吃着现彩的西洋芹 黄福泉说西洋芹的虫害问题 相对来说比较不严重 因为有些虫对于西洋芹的味道 并不感兴趣 黄福泉收着西洋芹 而各个黄昔明也准备翻土 进行下一批作物的栽种工作 黄昔明告诉我们 每次只要机器的硬轻声一响 白露丝就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 有机的田里有虫吃 那是在吃糖 吃豆菌 都吃豆菌 豆菌和豆菌 和一些草叶的糖 因为我们这有农药 有化水 他很多东西都放在我们草叶 现在我们在派梯的时候 他都会背来吃 他会吃到他 吃饭 因为这都没有草叶 所以他会感觉 会很高兴 他会很高兴 过程西洋 白露丝有大堆 他就都背来 都过来吃饭 这做快乐的事情就好了 你若要跟东西吃饭 会最多的困惊 照顾身体健康就好了 对啊 小医家本来翻车预计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一般车预计 都有一些丹变 在吃 你丹变在吃 他就是要维持他们的生命 要长一点 对啊 所以 也都是同样 他们身体健康就好了 良心需要 有比的真良心需要 对啊 有金的农业工作 对黄福泉来说是良心的事业 因为可能有生染重病的朋友 正吃着他们所种出来的蔬菜 他要将最好的环境留给大地 也要把最健康的农作 培育给众人 芹菜 它是一种古老的作物 原产于欧洲的湿润地带 从地中海沿岸 高加索地区 到喜马拉雅山的东南区域 都有它的种籍 从文献记录里头 我们知道 古希腊人早就把它拿来栽培 当作药用植物 而我们的老祖先是怎么用它的 来看看 基本上西洋琴在不管是神龙本草经 或是本草高木 还是说进到一些本草备药 本身是没有西洋琴这个记载 西洋琴应该是这几年 算比较风行的一个健康食品 因为它本身属于高纤维 高纤维到低热量 所以很多人是用来 类似粗性排便 或是说用来降血压 因为它本身含的甲基脂也比较高 中医有时候在开药 比较建议病人吃 比较不会说focus在意说 它里面含有什么样的微量元素 那当然它含有钾 刚刚讲的钾离子 或是说铁离子什么的 实际上可以促进一些血压降低 或是说可以补血 但是中医有时候在味道病人说 这个东西适合不适合它吃 是按照病人的一些 本身体质含肉虚实来划分的 西洋琴的话 在中医对食材的划分上 是属于比较偏寒氧的食物 那本身也有一些去湿的效果 所以像如果本身 它本身是一个属于血压高 那属于热性体质的话 那排便也不顺畅 那如果说它也不介意说 西洋琴那种一些辛香的味道 那我们会蛮建议病人可以吃的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是如果说以排便来看 如果它本身排便是属于 比较疏松 比较黏腻的 那它通常比较偏寒氏方面的体质 那如果说比较硬 好比说像阳食便的话 那通常比较偏燥热 那如果是刚刚讲的燥热这部分 那血压又高 那这样的话西洋琴是一个 还不错的食材 也许一开始它排便不顺畅 那也是一些 刚刚讲的一些排便比较硬 那吃久了之后 如果它觉得排便很顺畅 那我基本上不建议就一直吃 因为任何食物 以中医的观点来讲 都是有寒热之分 那吃久的话 会让整个人的体质改变 那所以如果说它以 针对排便这个 这方面的问题来看 如果说它排便已经很顺畅 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常常吃 今天我们苏果厨房 要教大家做什么 西洋琴的料理呢 今天就让我们请 又任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老师你好 林哥你好 老师 你今天要教大家做什么 丰盛的料理 今天通常我们那个西洋琴 都是做沙拉煮汤比较多 是啊 那我们今天用它来做一个 可以请客的 比较高级的开胃菜 这个做得出高级的开胃菜 是 那等一下你就来看看 看看喔 会不会变模式很狂 老师你为什么会推荐这道料理 这个因为西洋琴的话 好像都是沙拉嘛 很少有人说把它弄成 比较精致一点的彩色 那这个我以前有吃过 觉得还不错 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一样保持你一贯的作风 简单 简单 是 好的 那这个我们先烫熟 不是沙拉吗 要稍微烫一下 要稍微烫一下 是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说 台湾好像 人家不太喜欢吃生的西芹 通常都有烫过 而且还要削皮 削皮是因为纤维纸太粗 太老 对啊 但是我在外国看 他们都是不削皮的 他们都整只这样切 就直接拿出来吃了 在台湾就不太一样了 那我不吃 你切一切看看 它应该很烫 它这个我再切一粒 烫不烫 不然不错 吃纤维纸 真的很烫 它的表皮 好香喔 我知道烫为什么 因为芹菜的味道很重 它里面有很容易 挥发的精油 是要烫 但也不能煮太久 煮太久就不像吃芹菜了 是 要烫过 一吃就知道 它一定很容易帮助消化 因为它纤维纸很粗 这个很粗 帮我消化 我把它削皮一下 好香 这个香是不是 就是它的挥发性精油 是 是 可是你 其实大家要学着吃 不要烫太久了 但是这样才香 是 是 你烫掉就没这个味道了 烤食那个西芹的味道 是 那这个 切断 切断 那么长 稍微把它烫熟这样就好 我看了资料写说 它这个 吃芹菜好到什么时候 它是天然那种 比如你有高血压症中的 清火爐 增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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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来的时候很难的 芹菜上面生化的素 是很好的一种蔬菜 是啊 让它稍微烫一下下 这烫酒不会软掉吗 我们把它烫到介于 外面软软的里面 还是脆脆的这样子 这叫功力 对 外面软软的里面 还要脆脆的 差不多这样子 差不多这样 然后把它泡在冷水里面 冷却 用意是什么 冷却 这样它才不会一直熟进去 等到说没有用的时候 对… 就是最后一种温度 是 来到冷却 是 好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在冷却的时候 我们来切它的馅料 馅料 你这是跟… 清蒸菇 用清蒸菇,是 把它切 这样子小段 所以要烫过吧 这个等一下要下去炒 炒一炒之后 对,我们再把它填进去 在西芹里面 这样就…这道菜就可以了 甜啊 把它放进去 甜啊 好… 好 好 不,看你做这个 这个 可以炒吗 对,这样就可以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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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人生思说很好 这个 是 我觉得有一个新味 如果喜欢的人 应该是无所谓的 我是不太能接受 我比较喜欢吃熟的 我也比较喜欢吃熟的 我也比较喜欢吃熟的 但是我有听过一种说法 说这个清蒸菇 不能煮熟菇法的三味 有种… 对,它们都有种说法 是… 对 就是未来也快炒 快炒 像这样炒的时候 大概十几秒就要起来 好的 这个等一下炒也是很快 很快 是啊 先加一点油 加点油 这算是… 它这个菇类会吸引 所以我们稍微 也是再多一点 多一点也是 好 鼎哥,你说这是… 这是… 这是清蒸菇 是 你没有加任何东西下去 先爆香吗 不用 我们先就直接把它炒 好 然后下调味料就可以了 这…这么简单 是 对 这算是… 沙拉的话就是开胃菜啊 对啊 这个就是在请客啦 什么做这一道 我觉得很适合 因为摆起来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是啊 吃起来又很健康 还不太費工 对啊,不太費工 可以炸一下 好 保有它芹菜的口感跟原味 是啊 加辣椒 辣的豆瓣酱 辣豆瓣酱 是 一点点酱 酱油 老师,你摆了这有颜色的时候 它原本的那个… 白色就不见了 白色不见了 是啊 但是它这个稍微红红的 沾平一下 跟西芹会… 颜色也很搭配 这个汤 芹菜 在… 在我们家秤… 是在… 就是也是很… 很简单的炒一炒这样 是 但是不管跟什么炒 就是没有跟金针菇炒在一起 不 它这个等一下做最好就是 我们把馅料放在上面之后 可以再摆一下这样 让它的味道也滲进去 芹菜来可以吃 对,吃饭会更好吃 对 如果我们菜… 是… 菜是… 要吃的时候放得冷 或是… 有点稍微的 放得冷会更好吃 放得冷会更好吃 这个要稍微咸一点点 所以你把它配西芹会看到 因为西芹我们都没有加任何的… 对,调味料… 调味料 香油 香油 好 香油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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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身最爱吃芹菜吗 有时候 有时候是 想要说 减肥或者是吃很多油腻的东西的时候 我在片场很喜欢吃芹菜 芹菜 我一个好朋友都喜欢你 他没事就会去生鲜超市 买一些蔬菜回来 他就在那边洗啊弄好 他去买芹菜摆在那裡 我一直吃 生吃嘛 比较外国的吃法 对,很好吃 非常好吃 我喜欢它的味道 通常那种生吃的芹菜 但是加了沙拉酱 热量又变高了 但是我们这个完全是中式的做法 热量就不会那么高 对啊 那我们开始来 这个干净的布 对 你要把水放在旁边 好 你要把水放在旁边 它一下子也会干 对啊 有没有 也是可以的 你说甜就是甜在这里吗 对,甜在这上面 好的 芹菜因为它是粗纤维 所以它本身的热量就低 是 对 对 但是就像你讲 你如果爱吃生菜沙拉 本来应该是要减重的 就是你沙拉酱放在旁边 对,要注意一下沙拉酱 对 好,这个 查看的事情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像如果说 我们这样放 它会有点斜斜的话 就稍微修一下它的底部 就让它可以摆平就对了 对 对,等一下放着它 这样子就拼了 OK 不是 等一下 等我吃看看 煮给你什么 还是有前菜味道 但蛋很多 我自己比较喜欢 没有烫过的 那如果没有烫过的 可以这样做吗 也可以啊 所以会比较硬而已 对不对 这样可能要把它腌久一点 就是放上去 让它味道进去 是 是 对 超好的金针菇 放上去 对 这样做好适合大家吃 因为芹菜味道不会太重 是啊 有些人真的会觉得那芹菜味道很重 这个时候你在请客 就做一盘这个 大家也不用餐具 直接拿起来就会吃了 也是很方便 很漂亮 是 就是花点巧思 现在价值感又提升了 对 可以太贵了 对… 是 一般家庭料理 应该很少想到这么弄 是 有时快点叉叉叉 有时快点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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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 是啊 所以真的说吃是一种芹菜 老师,这做的真的很简单 是 我还可以吗 请一下 对,就刨一刨烫一下 对不对 保有它原本的口感 然后还有它的味道 然后金针菇 就用油炒一炒豆瓣醬 醬油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是一道美味的料理 真的好简单 老师,六食谱 有啊 六寸食谱 有啊 但是我的食谱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它在盘子上 真的很难 好,还整齐 好,最后放上黑豆 黑豆 做装饰 这样就完成了 再滑起来 是 又更鋭身 看起来比较固 真固 真的 看起来比较固 是 所以 这些料理 不一定我会很够的 很够的 很甘的 而且变成很好 很丰盛 是啊 是啊 很营养的料理 好,廷哥 哪个辣味金针 酿西芹 辣味金针 但是我最后的疑问是 这道菜通常是要把它白冷在上空 白冷,对 白冷这样子吃是最好吃的 全部都冰镇好之后 还要去冷藏一下 对,冷藏一下 哇,神奇吧 你们家西洋请怎么做 如果请客就是这么简单的 几道手续端出来 这么高档 讚 谢谢 谢谢 老师,你看我们的外国 你看这个环境很漂亮 是啊 是啊 你看 整个好东西 你真的很厉害 谢谢廷哥 这些就是芹菜 芹菜 芹菜 谢谢 然后再把芹菜放进去 花蓉点睛 起来吃吧 好,来 我帮你 请客的时候在家里可以试 真的是花蓮巧思 它变得非常不一样 老师,我想很不容易 谢谢 谢谢 这算中式吧 对 这算是中式的开胃菜 很好吃… 不像冰镇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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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多了